位置 我如何不能得罪人 坑蒙拐骗消费者 没有人敢说 那你不说我来说 那我们对不认同的行为 我们不敢站出来去说 那我们就这个利弊驱逐良弊的市场 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可能有一部特制人群 整个世界一定有极少一部分人 是牺牲自己作为幸福为代价 让更多人幸福 我不图虚名 我要隔离用最真实的东西 真实的数据向社会公告 在珠海这座城市 董明珠就像海岸线上的礁石 在隔离电器扎下去 就坚守了33年 我们就要让他们做线下线上结合 到现场去走一走 很奇怪 在那几天没有觉得累 在人生这场单行道的旅程中 是充满赞扬还是偏见 无法设计 但创造和改变世界的 历来就是少数 不是群体 我听说想要和您熟络起来最快速的一个方式 就是和您聊隔离电器任意一款产品 怎么就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了 我觉得我对我每个产品都很中意 可能是因为我们从骨子里认识到就是如何打造 对消费者有利的健康的产品 大家心目当中的空调可能隔离的最好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空调的一个概念 是全家里所有的电器产品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二句可爱叫好电器隔离灶 以前是好空调隔离灶 现在是好电器隔离灶 对 这个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个呢 他说你空调好 但我买冰箱买洗衣机 我还得要找别的品牌 但好不好 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知道 那作为我一个制造业来讲 我在想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 那我们应该把全系列产品全线打通 我们就想消费者的痛点是什么 我们听有很多人反应说 我们住在二楼 我们晚上不能洗衣 为什么 你洗衣楼下是上来投诉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要去研究思考的 董总的话今天直播间板上会来到我们 直播间板 来 放在这边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动品 今天直播间下单我们的8号的一天 哈喽 深刻了 感谢感谢 能不能简单带我走一走 我刚才就想问我说你现在带我演示 难道不会影响到这边的直播吗 不会不会 因为它足够安静 往上立起来的话 你看洗衣机已经高速运转当中的话 铅笔硬币还是不是不动的 这是我们隔离的这个洗衣机的一个简正性 我在咱们这个展厅里面也看到了 我们有一个洗衣机 它的这个镜是放了一个硬币和一根铅笔 我自己手扶这个硬币和铅笔 我都已经就是不太能把它给稳定下来了 但是咱们的洗衣机在运行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非常安静的让它保持住 对 像洗衣机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跟随情的 可能做个洗衣跟别人一样的 噪音大是客观存在的 那我觉得我们就要帮它解决 用我们的技术来实现 所以作为我们制造业 就要绝对的保证 产品是百分之百的做到顶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十年免费包修 对 那这个承诺是要付出沉重的 或者是巨大的代价 你卖出去的东西不断的要售后服务 那消费者来讲 修一次对吧 对来的时候就是一次伤害 那对于经销商也一样 他卖完以后他老是觉得这种 不断的去要做后续的这个售后服务工作 他们也很烦恼 我看了一个媒体报道 有一个维修点大概 他说我现在天天修的是某一个品牌 但你看里面绝对不会有隔离 因为我们现在一万台里面 才有三台需要维护 首先是把自己质量 要保证给消费者和你的合作伙伴 在经营一个好的产品的时候 再有一个好的通道 他就是全面丰收 就是我们走线上线下结合 这两个风的节奏浪费 是非常便利的 我觉得这个箱子 很奇怪 白方的试 跟我这些试 还不一样的 有光这些试 刘奥巴 格力电器的线上销售额突破了90亿 那您当初是怎么去考虑入局直播的 今年我们这个公布的素质 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觉得骄傲的素质 但对当下这个时间点 它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因为我们经销商起来了 这个素质是我们很多的经销商 在线上经营工程商所获取的 这是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 如果我们单一简单 从线下搬到线上 可能格力会取得更多的这个销售 但是线下那么多几万家的经销商 他们面临的就是吃饭问题 所以你如何转变他们的思想 很多经销商是不理解的 但反正我开个门 那有人来 我就卖面人来 就拉倒 但你有什么来去支撑他呢 你能不能活下去呢 你如何让自己活下去 通过这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很多经销商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走线上线下结合 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和消费者接触 未来您觉得格力电器的电商直播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把线上线下 真的是融入为一体了 嗯 那就是成功了 好多东西都是因为 湿西路吃的太重 对 都跟湿友关 90年的时候 我们到了广州 在珠海这里 看到墙上的水流量 叫西流水一样 来 我来 好 来 来 镜头给个特写 挡住 挡住 挡住还有什么镜头呢 我听咱们的直播间小伙伴说 您经常是穿着高跟鞋 在直播间一站站十几个小时 我们董事长这个职务 并不是说你高高在上 而是更应该你要能了解底下的情况 很多人在说你一个董事长 为什么要做职务 这是底下员工干的事错了 这个位置就决定 你必须要认认真真去对待 那您没有想过就是说 这样的冲劲 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放一放 只要你在岗位上就不会放 我记得 当时回来当部长是95年 那你做个小部长 上面还有几层领导 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我只要听话就可以了 但是我是不是 我是用一种挑战的状态去做 我那一年一下子就翻了七倍 做了28亿 那完全颠覆了所有人 觉得不可能事情董明珠做成了 让企业真正以盈利扭亏为盈 才有了96年的上市 真正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到了04年的时候 也是那一年跟国美较量的一次博弈 是一种认知不同 我更都是说月亮带新兴的思维 其实不过你一个人发光 更多人跟着这个月亮 大家都形成一个美好的环境 所以我要保护现下的几万家经销商的利益 所以那年04年跟他博弈 有一个专家还讲了吗 格力彼此无疑 这句话我牢牢记在心里 而就是这句话也刺激了我 我让数字结果告诉他 所以我的性格也决定了 就是说我做任何一件事 不管在任何场合 我只要是不对的 我就一定要把它讲出来 我们对得起这个社会 对得起你的消费者 同时也要对得起你的缘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家 他是要承载去面对的 对 经济学中 市场是自私的 而格力电器 选择了月亮带星星 所以董明珠会为了 几万经销商有饭吃 与友商割血 舍弃力 在多数人沉浮于海浪中时 总有少数人 恰如董明珠一样 像礁石一般 坚守内心既定的路程 永远把针放在第一位 为此 外界常将他评价为一个 好斗的人 您留给大众的印象 是天面无私的 雷厉风行的 然后脾气很火爆 那得得罪多少人 为什么不能得罪人 我们自从到河 就不存在得罪人 那只为你想投机摸隔 你就觉得我得罪了你 那我们对不认同的行为 我们不敢站出来去说 那我们利弊驱除良弊的市场 会越来越严重 和和气气都不好吗 和和气气 和气两个字 我认为 是要在什么样的场合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在这个场上利益分配 你多我少 那你说我真的个你死我活 我觉得不值得 但是一个原则的事情 一个研发技术 一个品质控制 那是绝对不能讲和气 企业的管理没有和气二字 只有严谨 从一二年到现在这十年 我给国家的贡献 是一千四百亿的税收 你觉得不值得骄傲吗 网上给董董的评论 大概都是雷厉风行 快言快语 你们的内心感受怎么样 网上的朋友可能是 确实没有接触过董总 那可能通过一些这个画面 直言评语 可能去了解到的一小时的形象 其实和本人也不是太相符合 因为董总对于任何的工作的 要求的几乎是完美的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他一定是当面指出 那一定是就事论事的 比如说为什么掩饰不到位 话术到底哪里出错了 告诉你之后的话 那你一定要刷时间去改正 这个事情 通过在直播工作中 跟董总的接触 会发现其实董总 现实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你觉得他可爱的点表现在哪里 有一天董总下班 他就过来直播间看看 他问我 他说毛毛今天怎么没上播 我说我嗓子这两天有点不舒服 我说我今天在做 那个其他方案的一些工作 他特别温柔的给了我的 这个后背拍了拍 他说毛毛你要注意嗓子 提醒咱们直播间 所有的主播都一样 所以这个让我觉得 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温馨 我们用一些关键词 来形容你们心目当中的董总 董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的话 应该就是反插萌吧 反插萌 对 反插萌 就是在我心中的形象 其实是高达 在我没有来隔离之前的话 其实对这样的一个人物 其实内心是比较崇拜的 就有点像是电视剧里 对那些明星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是追星成功了 嗯 小迷妹 然后在私下生活上 他可能会下播之后 会看一些我们的一些数据 就会靠到我们的肩膀上 然后细声细语地说一些话 就感觉是很温柔的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 就是董董的一些表情包 我觉得有一个词 爱漂亮啊 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我跟他直播这一年中 我见过太多才有他传达了 他很新潮 有一次戴莫姐上播 很帅很炫酷的 各种风格都有 主要是气质这块 你这个彩虹是我不想听了 是真的 我们昨天在直播间 和格力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 大家对您有一个共识 他说您特别爱漂亮 是吗 嗯 爱漂亮 对 好像没有 很多人问我说 有专门设计师吗 太浪费钱了 没必要 我不买贵的 我买的最舒适的 我自身上的毛衣 200块钱都不要 但是这个试金可能超过1000块钱 而且我在直播间 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咱们的小伙伴都特别年轻 基本上都是95后 而且他们其中有一些人 已经开始在带团队了 您是怎么做到 如此大胆 又放心的去启用这些 Z世代的 这么有个性的一代 那你说90后不行吗 那你不是做的不是很行吗 为什么不行 任何环境下 你的职务 不是因为你年龄决定的 是你的能力决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电子商务公司 最年轻干部 97年的 97年 对 哇 大学毕业来了以后 就是三十年时间 那他的成长速度 可以说在隔离是迅猛的 嗯 相当的情况下不少 你要走进他们里面 就看到他们那种热爱工作 他们那种奉献精神 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 真的 是让人会感动的 这些年轻人 其实他们是很可爱的 对 这些年轻人 创选最后 今天是我们的酷棍用这个 零酒精神 这些年轻人 这个职尸是特别的 荣耀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酷棍用这个 那一个徒弟带来 好 谢谢 还有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怎么称呼《小征》吧 臣活叫 好 比如说 我这种名字叫小征 也是跟隔离文化比较之 就是我们用斟臣的 来服务这个现场 我是个后台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偶尔也可以来直播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平台上 就是把大家为了单一的一个动作 就在这里融合起来 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所以说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 真的要自己去看 他好像从来都不会被外界的风浪过些 不在乎自己身上的标签 大胆启用年轻人 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 格力员工眼里的动作 霸气 可靠 但是真实 在推动中国制造上 较真的性格也带领格力 选择了多数企业不会走的赛道 也因为冬名珠 我们看到了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成真的样子 这个就是咱们的荔枝保鲜装备是吗 是的 这么大呀 对 这个可以放五吨 放五吨 那保鲜的周期大概是多少 现在目前我们测试的结果是可以达到21天 21天 就是为什么说一个碳四简单的冷藏技术还需要一个专利的保护呢 因为这个里面它集成了很多东西 既可以做压杀预冷 还可以把整个环境的温度做得非常均匀 然后还可以加湿 甚至后面还有催熟 现在目前有10台 目前有10台 对对对 然后这边是已经打包好了 马上要发货的 就是很快要运往全国各地 给我们的果农们带来更多的福利 对对 以前是好空调隔离灶 现在是好电器隔离灶 还有一句我也很喜欢 叫让世界爱上中国灶 我听说咱们研发了一款关于荔枝的产品 那您怎么就能发现这样的需求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使命嘛 果农提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能保鲜15天的装备就好了 所以我们一旦得到这些 马上我们就和那个果农进行联系 问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一万斤的这个荔枝 肯定有没有很好的保管的能力 它可能就损耗了50% 那我帮他让一万斤的荔枝 每一个都送到消费者手上 它是不是增加了收入 那这么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不努力 五个亿十个亿都应该去投 舍得投 事实证明也做到了 对 你当时做的不能考虑钱的问题 制造业它是有使命的 它不断地延伸出好的产品 给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带来改变 它是要有一种精神在里面的 您认为工业精神是什么 智慧精神 那在隔离电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工业精神上的表现是什么 追求质量完美 我记得96年的上市 真正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但在这个之前公司说隔离比别人好 我觉得唯一好的就是经销商讲的 买隔离好 为什么你用个磅秤重几十公斤 它不是真正的科技含量 它是用材料堆出来的 所以还不能真正谈你有竞争力 在这个场景下 中国的智障当时可以说 基本上是依赖于别人的 你压缩机 电机 电控 所有的零部件都是买别人的 隔离也不例外 全部是买别人的 没有自己的东西 严格地说那时候空调企业 就是一个组装厂 你说你能好到哪里去 就是我们以前从功能需求 从用材料 保证质量 到今天用技术来提升质量 真的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 我们不是一个中国企业 我们是一个世界级的中国制造 这个小院里边 好像跟我们平常的这些房子长得不太一样 对 这是我们用集装箱搭建的一个社区 它的所有的能源来源于光伏 也就是零碳的清洁的电源 就是今天一天是减排了8吨 然后约等于1700多棵树一天的消耗量 这比种树来得更加直接 哇太厉害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吧 这边看一看 这边就是我们那些代表性的专利 专利就有超过1800多篇 然后这个数字可能在未来还会继续增长 我们平均每年应该是有200篇左右的专利在增长 当然值得有一题的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专利 这个光伏直驱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这个第一方面是董总 这也是我们家电行业第一个中国专利金奖 因为格力做光主空有先发优势 所以我们在行业里面也做了相应的标准 一共是7份标准 以后国际上去做光伏空调的话 必须参照我们的标准 光处空或者是现在的零碳源 其实是2012年 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 对 如果我们十几年前不研发这个 今天在双碳的时代 你用什么技术来支撑它 而我们这些十几年我们研发的这个 现在能支撑我们双碳的这个目标实现 难道不值得吗 听得出来我们格力的产品也一直的在创新 为什么不选择去引进呢 引进更容易 很多的企业都是靠买别人技术 或者是收购别人企业 好像嫁接过来的 觉得就能做好 但是这时候他发现他们最确定是创新力 那就是认为格力的人好用 有的企业甚至工人都在我这挖 我们企业是家电行业 几乎每一个企业都在我这挖过人 成型绝对的在我们这挖我们 如果我们一直长期会去靠引进 依赖于别人的技术 当下在高质量发展的时候 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这个就是光复小窝 是 研发一定是比较烧钱的 咱们烧多少钱了 这个我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数目 但是我觉得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条件 就是给我们没有设上限 我们这个事情真正的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摸索的过程中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光处变流器的时候 就会经常出现这种榨管的情况 这个管是很贵的管吗还是 是我们整个光处变流器里面的核心部件 烧了几台 我们没有去做具体的统计 但是这个确实这个投入还是非常大 那事外这么多次 董总还能这样去支持你们的项目 非常支持 刚开始烧还有勇气 到后面烧的已经没有勇气了 垂头丧气了 也是董总在那个时候不断的鼓励我们 认定的这个方向肯定是未来的方向 你想想一二年十几年之前 因为我们那个团队也很争气 我们在一三年的年底 就把这个系统做成了 间接是全球首创 然后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 看得出来 这些成绩的背后有非常多 很艰难 但是您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那烧了那么多钱怎么办 研发就是要投入 一二年 我做光伏空调 到今天延伸三代升级 现在已经光处空的时候 那你认为当时的投资是不是值得 你不烧钱怎么能有这个产品出来 只要能实现这个技术 就一定是对人类的贡献 所以你的企业发展 你的个人收益 并不是你得到了多少 而是你承载了多少 我们都知道 其实您一直在为工作去做一些牺牲 那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对于家人 对于朋友 会不会有一些遗憾 不能讲是遗憾 当然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要求 要求自己 你会觉得遗憾 那如果给您一个机会的话 以前舍弃过的一些东西 退休之后想不想迷雾回来 如果我现在就思考退休 可能公司的整个管理 整个方向都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我觉得只要在位的时候 就不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萌新来问的话 就我们对这个家庭的爱 吃好喝好 游山满水 好像是一种家庭的幸福 但我觉得如果家庭互相都能够理解 默认对方 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那如果有一天真的退休了 你想让别人怎么去评价你 那不是你想 评价是由别人去说的 所以你不能设计一个 未来你退休 别人评价你 我觉得那是不可以设计的 很多人都在问 你累不累 你值不值得 整个这个世界 它一定有极小一部分人 是完全放弃自己 才能成就更多人的幸福 特别是我们制造业 其实我觉得我要做的是 隔离电器一百年 它依然是很潇洒 很健康 不仅自己健康 别人因为有隔离两个字 他因为拥有隔离 他觉得自豪 那就是我们的梦 当我真的坐下来 面对董明珠 你会自然而然地 忘记那些来自外界的噪音 扑面而来感受到的 是他对于隔离的热情 他说 企业家就是要奉献 企业家就是要牺牲 董明珠他就像 那块裸露出海岸线的礁石 就无数次地被海浪击打 但是他永远地在守护着 他背后的员工企业 甚至整个中国制造的标准 所以相对于霸道 我更愿意用认真去形容他 如果非要说他是一个好斗的人 那他一定就是那位 为了中国制造 一直在路上的战事 你是不是要给董董拍两张照片啊 来咱们见识董你找一个光线好的地方 往上看一点 我们刚才想让董董开心很简单 卖货就好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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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